城管一遇到摆摊涉免的小摊贩 通常把他们免的是东躲西藏 有的时候甚至会没收小摊贩的东西和工具 城管和摊贩这容易产生矛盾 我们节目里头也经常说 但是您想过吗 如果城管遇到的不是普通的小商贩 而是一位身手不凡的少林武僧 这个时候城管他怎么处理这事呢 最近在深圳街头有一少林武僧 来看图片 您瞧这位 武僧在街头摆摊卖艺 演得正起劲 这时候有几城管走过来了 你这地方就不能在这这样 武僧根本就不理他 继续他的表演 城管赶了几次 武僧人家也不走 而这城管也不敢轻易的上权制止 毕竟人家是会真功夫的 后来城管就开始打电话叫人了 总共来了三十多个城管 这时候一看我们人多势众啊 城管觉得我底气很足了 开始强硬的感人了 说话的语气也开始硬起来了 但是武僧毫不退缩 他说有本事你们就抓我枪毙 我就不怕你们人多 随后呢这个武僧用巴掌猛的一下把一块砖头就给劈碎了呀 城管一看这气势也害怕了 语气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你要讲道理 出家人不要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的 你听这语气就软了 这个话一说出来 现场围观群众全都乐了 就讥讽那些城管说 您想想 气软怕硬不是 也请不吝点赞 好 钦 脑 鸡 鸡鸽